然后咱们把咱们近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 所做的一些事情 然后国内各发生的一些事情 包括做的一些爆炸项目 爆破项目 还有一些这个暗杀项目 所做的一些总结 然后把前面那一边 就是咱们把别的发在最机密的一部分 咱们不要再乱发 把前面的结局一步 结局下去 然后从现在咱们就是针对 国内一些失无品 衣无德的进行打击行动 这部分人呢 是国家共产党的最主要的一帮的 这个信仰比较忠实的一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医疗系统 因为国家的这个工资 发的比较及时 所以说他们每个月 他的钱也比较及时 然后从老百姓身上 宰的钱也比较多 包括从多方面了解 包括从各个骨干 包括从第三梯队的了解 包括家人 岁数 父母 岁数已经很大 七十来岁 在看病的同时 有医保的情况下 还给予严重 在世界卫生部组织 严重禁止使用的 包括一些胃药 各方面的一些致癌药物 都在使用 是最便宜最便宜的 包括你在地方的这个药店里都买不到的药物 在医院里边是致癌药物 包括在卫生部 包括在这个美国欧洲 严历无声的 包括胃药的致癌药物 包括是严禁使用 包括国内也可以严禁使用 但是药品 但是给老百姓输液不知道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有一些老人呢 在家里边 是吧 就是包括输液各方面 就是孩子不可能及时赶到 老人在家输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直接就输 输完了以后 包括一些 是一些禁止使用的这个致癌药物 这就是有的医院 包括三甲医院 这是所发生的事情 应该不止一例 很多 也不是说特殊现象 在国内普遍都是这样 不给予运用进口药 因为进口药特效药非常好使 运用国产药 而且最低级的国产药 所以说 对百姓不负责 而且是报销项目不明确 包括护士 大夫 包括什么护士长 主任 就是串通仪器 诈骗百姓 任意做各种项目的这个 包括这个什么 这个体检项目 所以说现在是不只是一个人跟我说 一个人都了解 而且是众多人了解 我们对待这个助纣为孽的这个替共匪卖命的这种行为 进行一定的警告活动 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部分人给我干掉 而且是家产啊 包括咱们用咱们自己的办法 把家产拿出来 啊 我们这不叫敲诈啊 我们是分发到百姓手里啊 所以说把家产拿出来 如果屡教不改者 进行全部灭口活动 啊 这是咱们的这些活动啊 就是包括咱们有大批的资金的支持啊 包括美金的支持 需要什么活动 需要什么手续 需要什么东西 咱们都搞到啊 包括军队内部的战友 咱们也是互通有无啊 就是包括所需要的资源啊 包括所需要的行动 包括还有一些进行器官移植的 包括武警医院 森尿医院啊 包括等等这些军队性的医院进行暗杀活动啊 包括什么 进行长期移植大面积的这种移植活动的 这只大夫啊 这只主治大夫 对家庭和人身进行秘密的观察和跟踪 我需要三个月的数据 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数据啊 所以说两个月到三个月 这个人的啊 包括吃穿住行啊 包括衣械的 包括视频啊 包括家庭状况视频 孩子的状况 在海外的情况 一切所有的数据 我都需要啊 我们会安排你跟踪一个人 跟踪家庭 从头到尾 大面积 全国各地都开始行动 尤其是这种移植手术 包括什么肺部移植啊 什么肝部移植啊 还有是什么肾移植等等 这些手术专家 还有手术的主导医师 包括这个副主任医师 都要进行严厉的跟踪啊 了解他财产啊 海外的资产 孩子 名字 经常的地点啊 经常停车的地点 车牌照等等 都需要大量的跟踪数据 建立数据库 我们需要一一的公布 所以说我们现在10月底 咱们从10月底开始 到12月底结束 希望把全国各地的都搞定 搞到啊 咱们需要第一笔数据 咱们是发放工资 奖金的情况下 把这件事情搞好 这是一件事情啊 然后是咱们第二个事情 就是第二次国内 两次的国内的美金发放 包括一个 8月15一次 还有一个是国庆节 共匪国的国商节一次 把我完成任务的一批奖金 大额的奖金 两次进行 这个 好多人说明到 这个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虚惊一场 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 后来是软件设置失误 包括有一些设置 包括有一些 包括这个战友们 这个就是奖金的来往 所以说设置了一些统一的一个软件 设置了统一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虚惊一场 第二次我还以为是一些咱们就是内部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说我感觉很紧张 因为什么 因为关系到人性的最重要的弱点是钱的问题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弱的东西 任何人都会破的这一点 所以说对这东西我非常敏感 所以说对大家呢 就是及时的把这个奖金一定要发放到手里 在群里确认我才敢这个放心 这是一件很大的心事啊 就是感觉到把这事要处理好了啊 就是能够正常能够把这个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啊 这是最主要的一件事 也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也是考验人性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也是最重要的成败啊 灭共是否成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在这里啊 别看它是一件小事 是非常重中之重啊 第三个是对待国内实在困难啊 包括国内有很多实在特别困难 包括看兵啊 各方面划过了很多积蓄 包括共和国的一些 包括打的疫苗的一些次度蛋白的攻击 对吧 一些在没有打过疫苗的人 也犯也得了很多这种严重的这种什么结界 各方面很多的一种癌症转移的病 本身就是免疫比较薄弱啊 所以说产生了许多的这种癌症各方面 划光了很多积蓄 尤其第三梯队的 包括在两年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还在战队里边继续做一些工作啊 所以说于心不忍 包括发的工资也并不是太多 所以说咱们要给予人民币的福利的发放 然后是咱们是在国内的就是说 咱们骨干 把拿出就是在自己在家里存到的一些 一些福利啊 各方面的就是一些人民币啊 存放的一些人民币 在家里边的 就是给予这个第三梯队占有的一些福利发放啊 自己怎么发放 咱们在群里边详细再说 对吧 包括就是 就是有些就是国内骨干的需要啊 你们也需要美金的 就是说觉得你这个发放的比较多 是怎么着 觉得心里不平衡 可以更莫输啊 我们可以把美金给你补传过来 无所谓的事 因为我们手里边没有人民币啊 所以说这个人民币给他们先发放一步啊 然后他们就是在咱们这个群当中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啊 也做过不少事情也互相比较了解 所以说把这些给予适当的帮助啊 该扔过去扔过去 然后家里边确实挺困难 确实那么回事 然后办事也挺认真的啊 都是一些小兄弟 是吧 就是以后把这事情要维护起来啊 就是希望在战队里边能够站稳脚跟啊 就是能够成立自己的战队团队 好吧 所以说现在就是能够帮一把 尽量帮一把 好吧 然后今天呢 就是咱们就主要说这三点啊 咱们的任务啊 所以说这个是不耽误大家休息了 就是截取 把前面咱们的任务啊 计划截取完了以后 把这本发过去 发到第三地队 咱们的群当中啊 然后还发到YouTube上都可以啊 就前面咱们的计划任务 一定要截取一下 千万不要公布 好吧 就今天就到这里 好 不耽误大家时间 好再见